第一个指标我们计算完了 接下来我们计算 第二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呢 这个指标是 干什么呢 是不是计算分类的成交金额 好那怎么搞 是不是还是把对应的字段给取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再进行点 Map 好那么这个是一个array 我想求分类 分类是 012 这个是不是分类啊 这个就是具体的商品名称吧 这个是成交金额吧 分类是012是吧 VL I P E M 等于或者叫category是吧 呃这个叫分类 分类呢是 第二个吧 对不对 然后VL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分类的金额 金额press 34.2 然后我再进行准备出 Double 好你看我是不是把这个分类拿出来了 接下来是这个金额吧 那你想一想以后呢我要根据什么来进行聚合呀 嗯 你想一想以后这个分类是不是有手机 有服装 有图书 那怎么办 那我应该把什么和什么返回 什么item还有这个分类的金额吧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呢 我得到一个新的RDB 这个叫item andpress ok 我问一下大家 我的这个操作 对这个map操作 这个fields 这个rdb 这个map操作是在哪一段执行的 对 是在哪一端 调用的呢 是不是在gerald啊 也就是说你调RDD的这个蒜子 是不是在gerald调用的 我问一下这里边的这个函数是在哪一个执行的 是不是在e-cute里面啊 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执行的 为什么呀 还没处发action 接下来 我调一个什么呢 V6是 V6 by key 把相同的key进行聚合 这个时候呢 是相当于 按 商品 商品分类 进行 聚合 好 聚合之后 是不是又生成RDD啊 没问题吧 那接下来了 是不是要把这个结果 写入到 数据库当中 这么写入到redis啊 将 当前 批次的数据 累加 到redis中 对吧 那么这个reduce的 reduce的点儿 我应该调什么来进累加 你想一想 这个商品分类 是不是有几千种 几万种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那你要 处发agson 把它累加到数据库里面 你应该调哪个方法 调哪个方法 我问一下小伙伴们 调哪个方法 for each for each 好不好 for each 相当于拿出来一条 是不是就是具体的一个分类吧 比如说 服装这个分类 是吧 那你是不是要拿一个 接地式链接啊 你拿一条 我拿一条 是不是他要 他要搞一个链接 那我能不能 让他 把这个分区里面 这个分区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 他累加的时候 有可能有多个 多个分类 都在同一个分区里面吧 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不是 就是多个分类都在同一个分区里面 比如说这个分区里面既有手机 又有服装 又有图书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分区里面的多条数据 都同时写入到数据库当中 写入到reddit当中 要么你拿一条 用一个链接 拿一条用一个链接 虽然说有链接词 但是也不太好 那么我们可以用for each partition for each partition 我问一下 这个将当前批词的结果 累加到数据库当 我问一下这个for each partition 是一个transmission还是action 是不是一个action 是不是一个action 看rdd的transmission和action 它的重要的区别就是 它有没有返回 rdd 其实本质上 是不是看一看它有没有提交作业吧 是不是有没有掉这个run draw方法 对不对 好 那么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是不是拿到一个 拿一个分区吧 这个分区里面 它在聚合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有多个分类啊 你想一想 你原来有Hello Tom Jerry Kitty 很多很多单词 但经过聚合之后 你这里面只有两个分区 就意味着一个分区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有多个单词吧 你看我们现在写这个程序 是不是就是WordCount的 它原来是单词吧 它原来是次数吧 现在呢 单词和 分类和价钱吧 好 那么我应该怎么搞 怎么搞 你想一想 for each partition 是不是一次拿出来一个分区啊 我是不是想要这个分区 用 同一个链接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里边拿链接啊 获取一个接地是链接 大家不要小看啊 好,我特意给你们买坑 这个什么呀 接地是 connection pool.get connection 好 好,我问一下大家 我在这里面拿一个链接 在这里面使用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序列化 为什么 这个接地是链接 我是在哪一端创建 注意听啊 你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懂 写的程序到底是在dryver 还是在esu的 你想一想 你出去写程序我能放心吗 是吧 维师把你放出去能放心吗 你写的程序 你都不知道在哪一端执行的 以后写一大堆错 为什么 如果我这么写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请问这个链接 这个接地是链接 现在啊 现在这种方式 接地是在 链接 是在 哪一端 创建的 啊 在哪一端创建的 小伙伴们 这个大家能不能分清 你看我这里面是不是定义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在哪一端被雕用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在 我们知道这个for eachrdd 是不是相当于 每个一段时间拿出来一个rdd啊 rdd 我们知道是不是在dryver端创建的 它处罚 然后掉rdd的穿输Mation和Action 你会发现你在这里面是不是掉穿输Mation和Action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代码其实是不是都是dryver端执行的 然后我在这里面是不是对rdd进行操络 是不是在dryver的 只不过是里面的函数 这样当中的内容 是不是以后处罚Action 生成task的时候 task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 他是在eSq2里面执行的 好 那么你会发现 我是不是拿到了一个 接地式链接 这个接地式链接在哪里面执行啊 在哪 在哪里面 在哪里面拿到的 在哪一端拿到的 dryver版 然后我是不是掉这个for each partition for each partition 那么我要想用的话 是不是把每一个分区 part 你看这个for each partition里后 这里边的代码是不是会在 eSq2里面执行吧 然后我是不是进行点 for each 好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CONN点 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Increate by Float 是不是把当前这个 分类 以及 这个分类 对应的 这个价钱 是不是跟历史的结果定了一家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程序能执行吗 他现在是不是没有 你想想是不是在 dryver端创建这个 接地式链接 以后呢 是不是在 eSq2的 乱执行啊 他呢 你要看这个redis 到底有没有 这个接地式链接 到底有没有实现 序列化 好 咱们来看一看 他有没有实现序列化 接地式 拿到一个接地式链接 哦 connection 点 该接地式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接地式 有没有实现序列化 没有是吧 那么如果他没有实现序列化 是不是就会报错 为什么 为什么报错 因为你是不是在dryver端 创建的这个接地式链接 而 你是不是在 我来过去 吓我一跳 是能看桌面吗 可以是吧 好 那你是不是在 这个 rd的这个函数当中 是不是引用了外部的一个变量啊 这种现象叫 币包 那都能看桌面吧 可以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他要将 dryver端的这个变量 同这个task一起 序列化 然后发送给 A-Sooter吧 但是这个 接地链接呢 他没有实现序列化 即使实现序列化 你说这种方式好吗 不好吧 是不是他相当于在 dryver端拿到一个链接 然后呢 你是不是发过去了 发过去之后 或是不是要返去的话 这种方式不好 不好 这种方式 在 dryver端 拿 拿链接 不好 是吧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这个链接应该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这里面呢 我问一下在这里面的这个链接它是在哪一端获取的 这个链接 其实是在 E-Sooter E-Sooter 中的task E-Sooter中拿获取的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链接词在一个E-Sooter里面它会有几份 这个接地式链接词在一个E-Sooter当中有几份 在一个E-Sooter 在一个E-Sooter里面它有几个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呀 我感觉好寂寞 为什么 在一个E-Sooter里面它只有 一份你们都忘了前面东西都忘了差不多了吧 为什么它只有一份 它是个object是不是 是不是小伙伴们 那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呀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接地式链接词和你上面这个接地式链接词 是同一个链接词吗 不是 为什么 这个链接词是在哪里 哪里面搞的 最后的 而这个链接词呢 E-Sooter吧 那以后我们的程序是不是有很多很多 的E-Sooter 每一个E-Sooter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Task 那么这个链接词它是不是属于其中的某一个E-Sooter吧 你说这个链接词 它有必要一个进程里面有多个吗 没有 它是不是单利是不是就可以啊 链接词是不是消耗的资源很大 我单利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一个进程里面有多个链接词 很多Task是不是都用这个同一个链接词 嗯 没感觉了 换一个图 你这都理解不了以后怎么写程序 还记得 苏武空的师父把苏武空放出去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 啊 以后惹出祸来 不要说我是你的师父就行了是吧 你们就这种水平以后也不要说我是教我教的啊 说实话 说实话老段教的 学的好可以说我啊 学的不好就不要说我了 好 小伙伴们你你这个回去你也没仔细思考啊 我感觉 好 好 好 啊 这个注意听啊 这很重要 咱们来看一看 首先启动Master 然后启动Worker Worker向Master链接并注册 Master会给Worker返回一个消息 然后Worker定期向Master发生心跳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提交一个任务 那提交Spark罪名程序 你是不是也要也要使用Spark罪名 注意你提交Spark罪名程序 也要用Spark罪名的吧 好 那么咱们来写啊 提交一个Spark罪名程序 提交一个Spark 使命 那么用哪个命令 Spark 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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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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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order 看着吧 然后还有什么啊 是不是驾包啊 我驾包在哪呢 在home 小牛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 比如说叫spark test.驾 是吧 然后是不是传猜啊 传问方法对应的猜数吧 对不对 好那你通过这种方式提交任务 他首先是不是会跟master 怎么样 是不是跟master 向master 申请罪啊 向master 申请罪 然后master 一看你提交这个任务需要 每台机器需要5g 应用需要10个盒 那怎么样 他是不是会看哪些在机器上符合 符合条件吧 嗯 然后 在这里面启动 executor 好假设呢我们这几台机器呢都满足条件 启动 executor 这个executor是谁启动的 worker吧 executor启动之后怎么样 是主动向 主动向 driver进行通通信吧 executor呢他怎么知道driver在哪里 是不是间接的通过master和worker 知道的 master给worker work再告诉你executor吧 船其实船是变量是吧 好嘞 那么我们问一下大家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开始在这个时候是不开始执行我们代码 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其实就创建了一个spark context 就这一行代码执行了这么多的内容 ok 然后你是不是创建了一个streaming context vrssc等于new一个streamingcontext吧 这个streamingcontext里面其实只有了一个spark context吧 然后还有一个 是不是 时间间隔吧 我来不去 ok 是不是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抗护其实是不是在这个spark spark contact的手里边了 对不对 没问题吧 然后你是不是创建 创建卡不卡rdd啊 卡不卡rdd吧 vl 卡夫卡 stream 等于 卡夫卡youtube 字点 create direct d direct怎么写第一 di d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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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am是吧 然后里面传一大堆参数吧 传一大堆参数我就不写了啊 我问一下大家这个卡不卡d 这个卡不卡dstream 它是在哪一段创建的 这个dstream是不是在driver创建的 我写上点注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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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river 我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要调for eachrdd啊 for eachrdd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有很多的rdd 以前你什么时候调for each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你一次就想把它拿出来吧 嗯 嗯 那么卡不卡dstream里边为什么它可以调for eachrdd 我问一下这个for eachrdd 我问一下这个for eachrdd 在调用的时候它是在哪一段被调用的 最后的嘛 你说为什么要调for eachrdd 因为它是每个一段时间会生成rdd吧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时间段生成rdd进行操作啊 好那这个时候你拿个rdd 我问一下这个函数里边的业务逻 函数 for eachrdd当中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在哪一端执行的呢 你会发现拿到rdd吧 你是不是对rdd进行操作 你调rdd的transformation和agson是在哪一段调的 是不是 获取到rdd 卡不卡 sdream 中的rdd 这个rdd其实是什么呀 卡不卡rdd吧 这个卡不卡rdd 我请问这个rdd它是 然后调用 调用rdd的算纸吧 我问一下这个算纸的调用 是在哪一段调用的 算纸的调用 是在 第二段 能明白玩小伙伴吗 能不能明白 然后接下来我调什么了 是不调rdd.2 map吧 我请问调这个map方法是在哪一段调用的 dial段 是吧 对不对 对 那么如果我这里边传个函数呢 函数的执行是不是 在e-tutor段 比如说这个函数定义是在dial段定义的 但是以后你触发agson生成task了 它执行的时候是在e-tutor段 这个e-tutor里面的task执行的 好 没有问题吧 好接下来你是不是定义了好几个方法呀 如果我不定义方法 我干脆我就在这里面写 可不可以 好 那我就在这里面写啊 我直接现在我调 什么 比如说现在我调fi e-fuel.forese-partition 请问这个forese-partition是不是RD上的一个方法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我是不是获取链接啊 vr c onn 等于 g thispro 点 get c onn e c t i o get connection 我问一下大家这个里面的代码是在哪里之前 dryver 这个代码 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不是掉它的agson的 agson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当它处罚任务的时候生成task了 是不是在这里面执行的 这个是不相当于这个 这是一个函数吧 这个函数是在dryver段定义的 但是以后在e-fuel里面执行吧 链接链接是在 e-fuel端 创建的 好我问一下大家以后这个链接在哪了 这个链接词在哪里了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链接词 我问一下这个链接词它是在哪的 哪一个被创建的 是不是在e-fuel端 这是不是这个链接词 这个以前跟我们讲那个序列化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讲的几种方式 三种方式吧 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 奥不在的 这个奥不在我在dryver段没创建吧 对不对 对不对 而是在in-fuel端才会 才初始化它吧 是不是我把这个 对象的创建 它其实是在 是不是在这个函数内部啊 才首次使用吧 对不对 那以后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tas 啊 这个黑色带有tas 这里面有很多tas 这里面有tas 这个tas想要用链接的话怎么办 是不是从这个链接词里面拿呀 对不对 用完之后怎么样 还回去吧 好他拿到这个链接之后 他是不是就可以往 redis集群里面写数据了 这是一个 redis集群 拿到链接之后 这些tas 就可以 往这个redis里面 写数据了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没问题 好 那也要说你现在搞了一个 接地址它是一个object 它是不是在函数内部首次被 初次化的 在这个函数内部 而函数的执行是在e-scouter里面执行的吧 那又意味着 它是个 它是个object 并且它是不是在 并且 并且它是在这个函数内部被初次化的 所以说它是不是仅仅会在这个e-scouter里面 是不是初次化一个单率对象吧 以后有很多tas 什么都使用这个单率对象 没有问题吧 说没有问题 那有很多同学会会纳闷 哎你刚才 写第一个指标的时候 你不在这个地方创建了一个 链接词吧 这个链接词是在哪一段创建的 dryver 有人说你在dryver段创建一个链接词了 这个链接词是在dryver段初次化的 对不对 很多同学会在这里面 会在这个地方感觉很奇怪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定义的这个 我拿这个链接呢 是不是只在这个方法局部变量里面 是不是只在这个地方使用了 我计算下一个指标的时候有使用吗 没有使用吧 是不是 我没有使用这个变量吧 相当于这个链接词和下面这个链接词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 ok 第一种方式创建这个链接词它在哪里了 第一种方式这个链接词是不是相当于在dryver段了 在dryver段这个链接词它相当于是不是仅计算 总收入那一个指标啊 而现在这几个链接词是不是用来统计 分类 的数据啊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好嘞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写啊 这里面我是不是拿到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相当于在excuter当中拿的一个excuter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份啊 然后我是不是通过这一个链接把这个分区里边的多条数据 是不是更新到数据库 那你想一想更新完千万别忘了 关了那我问一下大家应该在哪里关在这里面关吗 相当于它是不是更新完一条就就关了 在哪里关 在哪里关 是不是将这个分区的数据更新完再关 将当前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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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是不是三小伙伴们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指标计算了吧 你说以后你想计算十个指标或者是二十个指标 是不是都